台南北区这名男子好心把慢车道上影响行车的交通锥扳开 没有想到却惨遭机车撞上 撞击的力道非常的猛烈 两个人都重衰倒地 而另外在高雄男子区 有骑士一次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况 煞车不急猛力撞击前方车辆 当场连人带车倒地 大马路上一位男子一次要移开交通锥 下一秒被后方骑士撞上 撞击力道猛烈 骑士和男子双双倒地 骑士安全帽也瞬间喷飞入中央 就判酿成二次事故 其他用路人见状也紧急猛踩刹车 另一个角度看撞击力道之猛烈 瞬间扬起白烟 惊险场面一旁民众看傻眼 事发在9号傍晚5点多 台南北区中华北路 当时无姓保全担心路上交通锥 影响附近住户跟来往用路人安全 这才好心上前搬移 没想到却遭愚姓骑士撞上 也导致两人受伤 警方事后表示保全任意 穿越道路恐怕违规将依法开罚 而另外在高雄男子区 则是有女骑士猛力撞上前方车辆 黄色轿车才缓缓减速 后方骑士似乎恍蛇名注意 直接冲撞上去 女骑士连人带车摔飞 倒地不起 其他用路人见状纷纷停下闪避 原来这名王姓女子日前骑车行进高南公路 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 这才刹车不及 撞上正在减速的轿车 两起车祸也再度提醒用路人 开车骑车务必减速 才有时间因应突发事故 夜台南高雄终合报道